画面中的男子名叫朱碧武,今年53岁,家住武汉汉阳的他,在隔江相望的武昌手艺路菜市场工作。 11点来,朱碧武每天都会游泳上下班,网友们不仅称他为渡江哥,而且将他横渡长江的这段距离称为史上最硬核的上班路。 4月17日早上7点,记者在银武州长江大桥汉阳桥头看到,朱碧武换上泳裤后,会将脱下来的衣服、手机、运动鞋、钱包等随身物品放进一个名叫跟屁虫的漂流球内,并用绑带拴在腰间。 朱碧武告诉记者,他会在武昌的汉阳门附近起水,全长2200米左右,一般用时30分钟。 从这里下水到武昌亥门起水,基本上就是2000到2400米左右,主要是锻炼身体吧,你也准备工作,时间都是差不多,主要是锻炼身体了。 朱碧武从小喜欢游泳,1999年他被查出患有糖尿病,在降糖药的作用下,身高1米81的他,体重从100公斤锐减到65公斤。 他希望通过锻炼来改善身体状况,于是开始横渡长江游泳上下班。 如今,朱碧武不仅血糖恢复了正常,体重稳定在83公斤左右,身材也变得精壮。 原来从身体不好,从03年开始游泳以后,慢慢游游,我看着公司在武昌,我就08年试着多几回上班,感觉这个还很好,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。 因为水性好,朱碧武还收获了第二份工作,在游泳馆当救生员。 除了武汉极寒的两个月不是一冬泳外,只要水温和天气条件适合,朱碧武都会选择游泳上下班。 朱碧武说,横渡长江时看着两岸的美景,不断增高的大楼,感觉很好。 朱碧武提醒,江心行走的船和停靠在汽水处的蹦船,是渡江时最大的威胁。 并不鼓励非专业人员渡江,自己游泳上下班的方式不可复制。 渡江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,基本上水平我们一看达到了以后才带别人来渡江。 这个一个要速度,二个要耐力,这个是因而异吧,一个是地理条件, 再一个是自己身体条件能够支持,能够达到这个要求,还是很支持游泳上班的。 应该学会了以后再用,这个再一个呢,有的时候呢,就带着这个像根蜜虫啊,像这些东西就比较好一点。